南大关关公路由专业收到企业业情刑集 为了帮助企业收换 当一个关公专业国电业会 就来基盘重视关公路由业的观光收换课程 参加学员只要相关120点钟的课程 企业就能拟出政府1,8,960元的金额 来补贴观光的薪水和減薪企业拥担 当时也就这样的观光可以来提升自我合适 为了要减少疫情的创业 帮助观光三业都过来关 交通报占对观光路由业有几个所困犯案 打几个谈观光三业发电协会 基盘都完的观光建设扣定 这次很感谢交通部观光局 在国外奔言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鼓励企业做转型升级 提供经费跟预算 来让我们协会来办理人员培训的活动 除了提升我们学员的语言能力以外 还有就是让他们的这些本职学员能够精进 为了要提官商户的出色律 主办单位撤开赶紧来开口 并且几个观光路由相关的扣定 提升商户人员的专业力力 利用这次的手作作品堆叠 然后前景背景的搭配 然后让他们对这个色彩 还有高低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对于以后他们在业务上面 如果有任何的部展或者是旅展 或是有其他的商业展览的话 可以利用员工的职讯的部分 让他们增加他们的基本知识这样子 观光相关的众业人员 只要相关120点钟 企业就会带领到政府的保障 观光就不用办法无身价 参加学员非常感谢 比较实际的譬如说操作的课程 就是也可以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的饭店里面这样子 对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来上这个课程的话 基本上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饭店基本上客人是减少的 就是我们可能就会 大家是轮流放假的这样子 虽然观光路由受到很大的创业 但是主办单位整个星期有四天的胸口 让观光相关中业人员 利用家里来研修工作 并是可以胸口进修 减轻起研老家的负担 继续翻误观察方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